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真叫一个块 像我这样一个私家厨子 每天我都得烧我自己的脑细胞 琢磨着这一日三餐到底都吃什么 尤其是早餐 馒头馄饨包子饺子 西周都吃了六够 吃什么呢 哎 我想起来了 我昨天刚好去了超市 我买了很多的这个红莓啊 黑莓 蓝莓 有了 我来做一款超级有营养又特别好吃 最重要 颜值超高 特别好看的一款早餐 叫蜜莓 说到蜜莓 在欧洲可是大名鼎鼎啊 在1900年由一个瑞士的医生为他的病人 研究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早餐 是由生的麦片加上坚果和水果 再加牛奶调制而成 在20世纪60年代盛行素食和健康的饮食 蜜莓开始流行起来 有隔夜型的和即食型的品种丰富多样 所以在家里也完全可以做出来适合自己口味的muesli 我最爱的厨房神器就是小美了 尤其用来洗水果 超级干净 5分钟50度 钻素五 洗净之后就可以放心的使用了 小美真的很棒 就是有些小贵 可是一旦用上了就完全离不开 那你说这算不算也是超值了呢 其实水果是可以随意组合的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添加苹果 猕猴桃 无花果 葡萄等等 完全自有蛋 哦对了 如果你买的麦片包装里面没有干果仁 那就可以赶紧炒点杏仁片 或者是核桃仁什么也行的 我们家的小朋友特别喜欢吃muesli里边的香蕉 每次都让我多放点 我个人觉得肯定是因为香蕉吸收了牛奶 全部的香甜口感 才会这么让小朋友惦记 我先来做第一种 我用全脂牛奶和香草酸奶 一半一半调制搅拌 我用了两种麦片 一种是大片的 已经配好的里面有果仁和果肉的 一种是小片的麦片 搅拌均匀后加入香蕉 做好了麦片的打底 还有千万不要忘记加点蜂蜜 为了吃起来方便 可以把调制好的分装在不同的小碗里 当然也可以直接的装在一个大碗里 吃的时候再分也行 就像这样简单方便 你说我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 放了这么多的水果 其实我是有意的 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每次都喊水果不够吃 我就只有给它们放足了 分装好的小碗 我们可以用姜果和香蕉片 给它们打扮一下 除了早餐 很多的时候 我也会做muesli给小朋友们 作为放学回家来享用的小点 至于怎么装扮 我觉得没有什么原则 我个人就认为只要打扮好看了 让人第一眼就喜欢 发出那声哇哦 我看效果就算达到了吧 所以入口的食物必须要先好看 才有机会好吃 是不是这个理呢 第二种 只放香草酸奶做打底 然后加入麦片和蜂蜜 加酸奶的会更浓稠 还是那句话 有时间的话就给你的食物包装一下 让它成为美食吧 水果的造型随心所欲的摆弄好看了就成吧 瑞士的医生在发明muesli的时候 最开始是用水来隔夜泡发麦片的 那是为了软化麦片更易于吸收 如今人们普遍用牛奶和酸奶 是因为相对于水 奶制品的香醇口感肯定是完胜啊 我爸其实一直不知道该如何正确的给muesli找一个准确的中文名字 是叫瑞士浆果燕麦早餐 还是直接叫慕斯里 或者叫什么瑞士石井水果燕麦粥 哎总之还是叫原创名字更好吧 反正吃过的人你跟他一提muesli 那他肯定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呗 水果都摆好了之后可以撒上一层薄薄的糖霜 看起来很漂亮 因为小的蓝莓有点酸 所以加点糖霜其实刚刚好 做好了之后可以马上吃 也可以放进冰箱里冷藏 咱们中国人喜欢在早晨吃热的 所以我有试过 早晨从冰箱里取出来放进微波炉里热40秒 就不会感觉到凉了 或者现做现吃就可以用热的牛奶 好了感谢你的收看 也祝你好胃口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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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